去到昨晚12點就確診了13宗個案 其中有9宗是輸入性個案 3宗是未有源頭的個案 和1宗是跟之前個案相關的個案 第1宗是5001 她是女士23歲 是一個孕容 她是住在馬安山雅典居 和僱主一起住 平時都是在家裡多 就很少出街買東西 或者去街市 在9月14日 就曾經放假的時候 就和兩個朋友一起去旺角 深水埔 和尖沙水走過一下街 吃過一下東西 但是詳細的地方 她又不太記得 5002 就是另外一個不明源頭的個案 她是79歲 她退休了 住在友愛村 愛溪樓 平時都是多留在家裡 就是11月1日開始發燒 她前復期 就有去過這個友愛商場的塔 去逛逛 還有有時候會吃下早餐 這樣 5003就是另一位不明源頭的個案 她就是在香港大學公共學院那裡做這個研究員 她就住在西營盤 她在那個工作地方 就應該是沒有處理那些具有傳染性的樣本 有時候就是需要入電腦一些文書的工作 她都有幾位同事就是有時候跟她一起吃飯的 我們都需要界定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 還有她有一些朋友 家人那些 朋友那些都是需要檢疫的 她曾經都有一位同事 就跟她一起共用電腦 都是初步當時是一個不是很肯定的個案 我們反覆測試之後 就知道現在都是暫時是一個陰性的個案